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基贴的方法全部都教给你们 欢迎你们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两人大神收看 每天我在下面 都有我的微信 随时加我 有事情找我 那开始今天的 基贴使用教学 小腿的拉伤 在我们运动当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伤病 热身前可以先用筋膜枪 包括我们国瑜原权 在卖的小腿拉伤板 最后再辅助基贴使用 具体操作 可以以脚踝背区 拉长跟腱和小腿肌肉群 分别将两条30厘米的基贴 从脚底处 直接拉到跟腱 轻轻的粘连 经小腿肌至国窩 然后将另外的基贴 依次按照轻度 拉至国窩附近 伴随着小腿和跟腱肌肉关节 同样不可忽视 我们通常说的崴脚 其实就是你的脚踝无法动弹 这一块关节比较复杂 基贴对于这样非常重要 且复杂的部位保护 也非常的重要 羽毛球当中 有非常多急停急转的动作 故而对于脚踝的负担特别大 或经常出现崴脚的情况 那我们呢 具体操作呢 就可以直立状态下 从脚踝至小腿 两端不要拉紧 中间适当拉紧 用另外一条 从中间开始 绕向脚踝处固定 关于脚踝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贴法 重度拉伸 X型肌贴 至脚踝外侧的疼痛处 从踝外侧 轻度拉伸 肌贴后 过足后 跟 至 踝内侧 三角韧带 将肌贴环绕于 近骨的远端 轻轻拉扯 肌贴粘连 前面我记得有讲过膝盖 内侧 关节的具体做法 现在讲膝盖的第三种贴法 包裹整个膝盖 绝对比护膝 好像一百倍 你买完这个 可以直接把你的护膝给扔掉 具体做法 屈膝摆位 轻度拉扯 积贴 将25厘米的积贴 从骨式投机 向下两侧 包裹并骨 屈膝后 将20厘米积贴 轻度拉至 并骨下方 将15厘米积贴 分别重度 拉伸至 内侧 副刃带 和外侧 副刃带 这样的保护方法 也是非常好用的 小腿 再教一个方法 这个相对简单 我们只需 在小腿的伸展动作下 用一条20到30厘米的积贴 由脚跟处 开始往上 顺点至 阿基里斯基 与肌腹交接处 这个是一个 最基础的保护方法 同样 今天的教学 贴的肌肉 都是羽毛球 非常常见 会使用的肌肉 根据你自己的 酸痛肌肉需求 去使用这个积贴 在我的微小人区 和淘宝店铺 国语严选 可以直接下单 售价是99块钱 六卷 专业级 四面谈 还送一个剪刀的 这种积贴 绝对会给你 运动体验 非常高的一个提高 如果有 因为伤病 你打不了羽毛球的 不妨贴上它 再试试 说不定 会有意外的收获